沙巴海域的安全问题一直都令人担忧 但这个问题纷扰多年都悬了未解 而这一次菲律宾绑匪再次猖獗的在我国海域 将三名印尼籍的渔夫给掳走 另一方面亚比一间购物商场内发生了欧斗事件 来看发生在沙巴的社会新闻 沙巴拿都和菲律宾边境海域再发生绑架案 最可怕的是绑匪就连大白天也丝毫不畏惧 光天化日之下 卢走三名年龄介于27至48岁的印尼籍渔夫 沙巴警察总监拿都奥马今天召开记者会 交代案件详情时指出 这群绑匪全副武装预谋干案 三名渔夫根本就没有反击的余地 这群绑匪在沙巴的沙巴的沙巴 这群绑匪在沙巴的沙巴 这是沙巴的沙巴的沙巴 这群绑匪在沙巴上沙巴的沙巴 和警察在沙巴的沙巴的沙巴 所有电话都能够 绑匪掩人之后 往菲律宾南部的达威达威群岛方向逃逸 警方正在等待进一步的报告 也将追踪绑匪的正确位置 另一方面沙巴亚币一座购物商场 发生两批人马欧斗的事件 社交媒体自昨天起疯传这一段影片 当中可以清楚看见 双方用椅子等硬物互相攻击对方 丝毫不理会周围的民众 亚比警区主任哈比比证实 已经接获投报 警方将根据短片内容 展开调查工作 马新社新闻台采访报道